大家好,我是超哥 今天我们拆的一个电子膨胀发 你看我们把上面这个盖子拿掉了 其实它其实就相当于一个不仅仅机一样 这个砖子是一个泳瓷的 电子膨胀发封面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线圈,一个部分是发起 那么为什么会卡?咱们看一下 它里边的间隙是非常小的 所以说有些杂质在里边 那么会卡住,它转不动的 那么电子膨胀发修复是干什么的? 就是用大电流去修复它 让它的磁场更强 对吧 那么它的力距更大 这样我们强行的让它的线圈转动 这就是膨胀发的修复 今天呢,我就用这个东西啊 这是咱们中央空调检测仪 它带有电子膨胀发修复功能 咱们用这个测试一下 有好多粉丝买了这个 说不会去测试 好,我们找到我们的软件 打开我们的软件 选择我们电子膨胀发修复功能 咱们看一下啊 电子膨胀发已经在转了啊 现在处于关闭状态 正在运行 我把镜头往镜头拉一下啊 你看它在转 好,我们选择什么 选择25%开度 它就会转 你看 正在转 电子膨胀发修复 就是用大铁流强行的让转子 增加它的运动转的一个力距 那为什么用磁铁也可以啊 我们在平时维修过程中 用磁铁也可以打开的 用磁铁就是我们也是模拟了一个旋转的一个磁场 带动这个转子进行一个用转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它这个转的过程中啊 要么将这个法起 向我们自己 我们渗时针转 它是关闭 逆时针是打开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在修的时候 如果说没有这个东西 想强行的打开电子膨胀发 我们可以用强词逆时针旋转 这样就可以把膨胀发打开 所以大家记住方向 咱们这个检测仪呢 它的电源输入6到18伏 如果说驱动不了 我们可以把提高它的输入跌压 把输入跌压提高到18伏 那么再去修复它 膨胀阀分为两种啊 一种是480步的 像这个480步的 还有一种3000步的 这个我倒是出一个视频 给大家讲一下膨胀阀的六线和五线的区别 六线怎么改 改什么 改五线 五线怎么用到六线上去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拍到这 感谢观看 再见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